通常我们听到的NBA故事都是底层逆袭 但对于这个男人来说 美好的生活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了 戴尔库里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任蜂王 这让斯维芬的所有童年都在夏洛特度过 当童里的小朋友还在为磨坏的球鞋心疼不已时 还不会拍球的库里就已经成为了黄蜂主队球场的常客了 不过像很多美国孩子一样 橄榄球和篮球贯穿库里的童年 在八年级之前 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橄榄球 但由于瘦弱的身材 那块场地并不喜爱他 所以当凤奇要求他选择一项运动时 最终库里还是选择了篮球 不过当戴尔退役后 他发现库里投篮出手点过于低的问题始终没能解决 于是那个夏天 他帮库里推掉了一切篮球训练 每天不是在投篮 就是在去投篮的路上 三个月的时间里 库里没有参加过一次正式比赛 但他足足投出了两万次三分 甚至到了最后几天 他每天都是哭着结束任务的 不过戴尔的训练十分有效 伴随着身高的增长 库里的出手点也逐步的提升到了前胸的位置 这样的魔鬼式训练 让库里在高中的两个半赛季 就拿下了1700分的校式得分纪录 两国赛区MAP和州MAP 但这样一号人物 且陷入了没人想要的境地 一个名满北卡州的超级后卫 居然没有任何一所名校的邀约 就连父亲戴尔库里的母校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也果断地无情拒绝了这个孩子 最终走投无路的库里 选择了一所三流学校 戴维森学院 这里一共只有1600名学生 没有哪怕一个殖民球星 甚至在锦标赛里 已经快40年没赢过球了 但库里的到来 彻底地改变了这所学校 大学生涯首战的下半场 就轰下了32分 第二场投进六个三分 伴随着库里的凤凰表现 戴维森学院的观众席 变得人满为患 对此任刚才加 他单场40分 率队赢下了69年以来的 第一场这一标赛 两天后 他又用30分 淘汰了二号种子乔治成 第三场 一众NB巨星前来观战 然后他们看见 库里用33分 轰掉了三号种子 威斯康星 接下来的大三赛季 他又加冕了德芬王 显然 在疯狂的两年过后 库里的NB生涯 即将开始